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戴尔帕特里奇 人本获利时代》 戴尔帕特里奇是社会企业家 他教导各企业组织领导者 如何定义自己的品牌、爱员工及顾客 以及发展盈利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 在这本《人本获利时代》中 戴尔帕特里奇不仅提供了实用与实际的建议 包括要做什么以及如何进行 还列举了非常多知名企业 像麦当劳、全时超市、沃尔玛、福特汽车 美国航空等的案例来诠释他的观点 提出了生动有力的证明 将员工、顾客以及供货商 看得比利润更为重要的公司 往往获利更为惊人 阅读这本书,你可以了解到 所有公司都应该像谷歌一样 不作恶 花几秒钟时间想一想 我们真正讨厌的一些公司 这些公司使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能想到几个呢? 大概有很多 可能有一些快餐公司 一些能源供应商 肯定还有一些手机运营商 说实话 许多公司似乎都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前进 由于各种原因 无论是产品质量 糟糕的客户服务 还是对环境和发展造成破坏 客户都对这些公司不满意 但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本书中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 为什么一些公司似乎变得糟糕了 以及公司要如何避免变得糟糕 实际上 没有公司需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他们只需要知道 如何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这本书中 你将了解到 麦当劳为何应提供优质产品 而失去生育 丰田对其有致命故障缺陷的汽车做何反应 为什么免费赠送东西 可以带来更大的成功 首先我们来谈谈 公司并不是天生就是善的或者是恶的 他们只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从银行业到食品业 从时尚业到广告业 越来越多的例子 说明资本主义变得丑陋 贪婪和残酷 我们大多数人 只能将这种现象 作为商业的一部分来接受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考虑过 公司为什么会变坏呢 当然 公司为了利润 而牺牲自己的诚信的故事 与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 很少有公司能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 保持良好的生育 现实是 没有一家公司生来就是好的或坏的 并永远保持好的或者坏的状态 相反 大多数公司处于无尽的变好 或者变坏的循环周期之中 那么这个周期是什么样的呢 大多数公司会经历可预测的 连续的高层性期 然后是追求效率的时期 紧接着是欺骗 最终是救赎 也就是说 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实际上 许多糟糕的公司 在成立之初 实际上都是行业的领导者 后来却忽略了客户的兴趣 麦当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麦当劳公司成立于1950年 其最右名是 信守质量 质量 服务 清洁和价值 是的 质量是公司工作的核心 甚至使品牌的成功立竿见影 然而今天 麦当劳的丑闻接连发生 经常受到顾客的起诉 这些顾客指责汉堡包和炸薯条 使自己深受超重之苦 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局面呢 在这个过程中 公司进入了追求效率的部分 并将质量和服务放在了脑后 即便如此 大多数优秀公司 要么仍处于起步阶段 要么正在试图挽回 被破坏的公众形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麦当劳并没有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地 它仍有机会改变公司形象 并恢复对其产品质量的 严格把控 接下来 我们将研究 公司如何从良好的起点开始 完美地度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 公司的发展周期是从诚实和高效开始的 由于每个公司都会经历这一周期 这意味着 没有一家公司从开始就是糟糕的 哪怕是那些我们最讨厌的公司 事实上 公司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 通常被称为诚信期 我们可以这样想 初创的公司就像婴儿一样 年轻 天真 但也很虚弱 为了能够度过第一年的艰难时期 公司无法承担负面形象的代价 它必须说服其员工 相信企业有光明的未来 并且令消费者愿意购买其产品和服务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 它成立于1903年 是第一个为员工提供每周40小时工作制 健康保险计划和安保设施的大公司 在诚信期 每个人都是获利方 大多数位于硅谷的公司 仍处于这一阶段 它们保持着田园木戈斑的企业形象 提供免费的有机午餐和健身服务 问题在于 随着企业的发展 保持竞争力的压力 使得坚持诚实和质量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称这一阶段为效率期 继续以福特为例 有趣的是 这家公司成立50年来 始终以创新的管理和生产实践而闻名 同时仍然重视员工的工作环境 但是福特也开始越来越关注生产效率 毕竟 一家企业只有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能力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意味着要高效 但是 当效率不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而是追求目标的手段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在食品工业中 技术创新如生长促进剂 抗生素和基因改造 原本可以提高产量 但实际上 我们吃下去的许多食品 却因此对健康构成了危害 换句话说 追求高效的竞赛 掩盖了最初的目标 生产食物 那么在前两个阶段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从这里开始 公司开始走下坡路 接下来 我们将来了解这一现象 公司最终会变得有欺骗性 然后为此道歉 在效率期保持公司稳定 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切都变得具有诱惑性 当公司进入欺骗期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处于这一阶段的公司 通常决定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必要时转向同工 实施误导性的广告活动 采用欺骗性的市场策略 并为高管提供高昂的薪水 例如 到1970年代 福特汽车公司 最初的价值观 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在推出了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 福特平托车型之后 管理层意识到 该车型有危及生命的技术缺陷 但没有选择进行全球性召回 以防止进一步事故的发生 相反 他们选择了代价最小的替代方案 将其投放市场 并与受害者家属和解 尽管这种无情的决定 可能会使他们的财务状况更稳定 但这只是短期的 消费者在恢复里之后 会对公司产生不满 道歉期指的是企业在恢复其 在追求成功道路上 所丢失或破坏的东西的时期 比如恢复信心 信念 质量 和责任感 为此 公司需要通过将犯错的高层换掉 从内而外地做出改变 来弥补自己的错误 上世纪90年代 福特开始做出修正 坚持更高质量的标准 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而在2009年 尽管许多竞争对手 都接受了政府的救助资金 但福特发布了几则广告 解释了该公司 打算在没有救助资金的情况下 继续发展 公司对道歉仍然非常谨慎 因为消费者 可能首先会持怀疑态度 在2010年 丰田汽车发表了之前声明 承认由于他们的错误 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制动问题 道歉这种选择 自然可以帮助公司 重建有责任感的形象 就像对丰田公司所做的那样 公司可以渐渐 重新得到消费者和员工的信任 在所有阶段中 很明显 第一个阶段最有吸引力 如果一家企业 能够永远保持诚信期 该多好 好吧 事实证明 这是有可能的 诚信的企业 不会与客户或事实纠缠不清 好消息是 有一种方法 可以使公司始终处于诚信期 该如何做到呢? 公司需要拥有七个核心理念 接下来 我们将逐一分析 首先 以人为本 这看起来很明显 公司是由人而不是机器组成的 人是最宝贵的 应该受到尊重 为了保持诚信 公司必须正确对待三种利益相关者 首先是公司员工 当员工士气下降时 公司也会随之崩溃 但是 如果员工认同公司 并自豪地随身携带 带有公司挥包的咖啡杯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重要 接下来是消费者 消费者需要感到被尊重 他们的投诉应得到认真对待 并应被谨慎处理 这正是西南航空公司 创新政策的精髓 例如不向需要改签形成的消费者收取费用 最后这一条 尽管经常被忽视 但也至关重要 那就是经销商 他们处在市场的第一线 理应受到公司的尊重 第二个核心信念是 事实至上 摩根斯普洛克 在他的纪录片《超重》中 为了揭露麦当劳菜单的 营养价值的真相 整整一个月 每天吃三顿麦当劳 这部纪录片除了使他的健康 受到了严重影响之外 还突出了当前的趋势 揭露公司谎言 如今 几乎每一个广告 都带有狡猾的字眼 空洞的标语 这些暧昧的语言 虽然不算是谎言 但与事实相去甚远 尽管这些企业 认为自己很聪明 但他们的运气 最终会耗尽 坚持诚信的公司 才会赢得忠实消费者群体 保持诚信 需要透明、真实和慷慨 毫无疑问 保持公司诚信的 另一个重要步骤 就是变得更加透明 当然 维持透明度可能很难 但是公司会帮自己 一个忙 为什么呢 因为透明对公司来说 是一种解放 选择完全透明 可以获得自由 公司可以将原本 花费在隐瞒方面的精力 用来优化业务 消费者也获得了解放 他们可以与公司 正常打交道 而不必花费心思 猜测公司是否诚实 鞋类制造商 添博兰的例子 说明了这一概念 他们致力于改善工厂条件 并建立了一个网站 供客户实时监控公司的进度 在一个几秒钟内 就可以在线搜索 任何信息的世界中 隐瞒似乎是愚蠢的 另外 保持真实 抵制住其他 关于造假和隐瞒的冲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 要通过市场研究顾问 来炮制真实性 没有什么事 比一家公司费尽心力 假装真实更假的了 相反 真实性意味着 坚守底线 百利甜酒品牌 自1974年成立以来 一直是爱尔兰的象征 爱尔兰概念是其成功的核心 因此 该公司一直努力 拒绝将生产线搬离爱尔兰 百利甜酒在爱尔兰生产 并确保原材料 使用纯种爱尔兰牛奶生产的牛奶 在建立真实性后 让我们来看看 另一个关键价值 慷慨 经营一家企业 似乎与慷慨这个词背道而驰 但是如今 消费者不再为大肆 攫取利润的业务策略买账 慷慨是企业的当务之急 因为现代消费者 不想只购买品牌 他们更想获得品牌价值 以鞋类品牌汤姆斯为例 他们是买一捐一商业模式的先驱 在这种模式下 消费者每购买一双鞋子 都会为有需要的孩子 捐赠另一双鞋子 眼镜公司瓦比派克 迅速效仿此策略 他们的眼镜生意 也是如法炮制 这些公司的成功 都要归功于 他们的回馈社会的政策 诚信 使一家公司 可以保障其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 使公司与消费者建立联系 勇气 将推动公司前进 每个诚信的公司 都需要两个核心价值观 第一个是 对高质量的承诺 如果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它将拥有竞争优势 因为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公司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时 很明显 公司是在重视客户 质量也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信誉 一个设计良好的网站 优质的产品包装 或名片纸这些小细节 探似微不足道 但都有助于提高客户 对公司的印象 客户可能会想 如果他们非常关心这些细节 我可以相信 他们会关心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客户 话虽如此 质量的提高 可能意味着价格上涨 或利润率下降 但是 与客户的感受相比 价格和利润 微不足道 假设我们拥有一家商店 我们将提供给顾客 怎样的消费体验呢 是要让客户处在 各种令人生味的 防盗设施的监视下 还是要让他们处在 感觉很棒的高品质环境中 诚信公司坚持的第二个原则是 勇于面对恐惧 勇于面对恐惧 有不同的形式 既可以表现为做出改变 特别是改变那些 原本使我们成功的方法论 也可以表现为 勇于承认错误 不要因恐惧而畏首畏尾 做出修正 对于企业的进步至关重要 甚至连苹果公司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苹果地图这一应用程序 向用户报告了 错误的地理位置时 这是苹果公司 在与谷歌公司的 地图应用竞争中 处于下风 苹果公司并没有 对其失误避而不谈 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勇于承认公司的错误 并正式道歉 对于苹果公司来说 这也是一个 证明自己的宝贵机会 这表明该公司 最重视诚信这一品质 其实 无论是公司创始人 还是消费者 都应做出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了 如何正确做事 那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要承认 最有权力的人是客户 这意味着我们很强大 为了打破好 公司变坏的循环 我们必须学会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 想想我们上次 去杂货店的经历 我们是否注意到了 商品的进货来源 产品是否有环保包装 如果只关注商品的价格标签 那么我们是时候 做出改变了 一个家庭平均每年 在市场上的花费 超过五万美元 这表明 如果消费者受过教育 并愿意采取行动 他们将拥有 多么强大的力量 如果所有人都把钱 花在处于成信器的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 可能会觉得 没有必要进入 该周期的下一阶段 如果我们准备好 迈出下一步 那么现在是时候 建立自己的公司 俱乐部 或非盈利组织了 尽管我们可能会想到 但时机已定 在经济不景气之后 当失业的 有能力的人 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式 而且 他们决心不再犯那些 导致衰退的错误 不再回到沮丧的小房间 为老板工作 许多人甚至开始 为自己努力 我们可以假设 当前的社会责任趋势 才刚刚开始 因此 事不宜迟 行动吧 不要陷入如何阶段 如何建立在线形象 如何纳税 如何建立可行的供应链 我们可以边做边学 而不是学了再做 我们不必等到 获得该领域的博士学位 才开始自己的事业 只要开始 美好的事情 就会发生 下面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 不仅是一个 关于善与恶的故事 它更加复杂 以良好的动机开始的公司 在发展过程中 也会变得腐败 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 从过去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并开发一种新的模式 来避免这种循环 在这种模式下 人是最重要的 而非利润 作者还给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为了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需要兼听则明 因此 要建立一种评估和反馈的文化 最后 质量好坏 不是由企业决定的 而是由客户决定的 不要既要求客户回答调查问卷 又不对他们的问题做出回应 这些公司不听并拒绝改进 我们应该倾听 响应 并迅速做出改变 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并确保客户满意 好了 戴尔帕特里奇 人本获利时代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